女星Angela Baby 杨颖和男星黄晓明于今年1月正式离婚 6年婚姻画下据点 而他们的4岁儿子小海绵 则由双方共同抚养 离婚后Angela Baby积极经营副业 除了开设美甲店、投资餐厅 她在2015年还成立了创投基金公司 不过 最受到各界关注的还是Angela Baby 离婚后的新恋情 近日她被拍到与一名男子深夜现身网咖 就有人指出该名男子正式近年走红的鲜肉男星林依 今22日有网友爆料 看到Angela Baby和一名男子现身重庆的某一间网咖 而根据网络流传的监视器的画面 可以看到Angela Baby穿着一身黑 头上戴了棕色的棒球帽 同时戴着白色口罩 遮住大部分的脸 手上拎着白色塑胶袋 里面似乎放了一些零食 而旁边一起进网咖的男子 身材高挑 也穿了黑色外套 还戴着一顶黑色帽子 以及黑色口罩 随后 网咖员工就帮他们代位 画面曝光后 引发网友热议 纷纷猜测该名男子的身份 网友们根据外形特征判断 该名男子是近期走红的鲜肉演员林依 今年才23岁 较知名的作品有志我们暖暖的小时光 玲珑以及稀有琉璃娃等 外形相当亮眼 吸引到不少粉丝关注 消息曝光后 有自称是该网咖的老板出面澄清 他表示照片中的女生确实是Angela Baby没错 但同行男子是Angela Baby的助理 并不是大家猜测的男演员林依 两人只是一起来打游戏 并不是情侣 事实上 过去林依上节目时 曾透露对Angela Baby的欣赏 甚至将Angela Baby的照片设定为微信朋友圈的封面 不难看出她对Angela Baby的喜欢 不过网友纷纷质疑监视器画面为何会外流 认为这样并不恰当 也直言Angela Baby现在单身 跟男生一起出去没有不妥 希望大家可以给予尊重